俄罗斯被逼无路,西方也冷静不下来,中国一个呼吁觉察事情的严重性 各位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 由于近期乌克兰武装力量实施反攻行动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欧盟宣布再次向乌克兰提供15亿的欧元的军事援助 然而这还没有完,兴许是怕乌克兰就此惨败 又兴许是想要给当前的俄乌局势增加一些紧张 美国连加两把大火 美国众议院马乔利·泰勒格林表示 美国很有可能向乌克兰要提供一种战术导弹 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 很快便有人透露美国已经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远射程的导弹的这样一个决议 虽然暂且还不知道美国是已经批准了 还是仍然在计划当中 但至少说明美国有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的想法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短时间内俄乌战争是没办法停下来的 甚至一旦美国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的决议 这俄罗斯必然会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哪怕它是世界大国 美国的目的本就是希望通过乌克兰计划俄罗斯 所以争您如此 即便在国内面临多种危机的情况之下 其也没有放弃去填乌克兰这个无底洞 而线下除了美国有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的计划以外 在这之前不久 还有消息指出 乌克兰有可能收到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F-16战机的消息 而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方官员向媒体说 向乌克兰提供F-16将会是下个月北约峰会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 而对此战机有可能会在2024年年初启动 不过具体的交付时间就目前而言也是个未知数 美国一直在针对俄罗斯采取一系列行动 所以就导致俄乌局势持续升级不说 美国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的紧张 甚至引发了核战争的一个担忧 当然尽管身为全球第一大国的美国拥有最庞大 而且攻击性更强的核武库 但战斗民族也不是吃素的 必要的时候必将采取反击措施 就像俄罗斯总统普京给出的警告 他说如果北约成员国继续向基辅当局提供武器装备 那么北约很有可能会被拖入俄乌冲突的严重风险 普京没有明说 但话里话外的意思包括了 他们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战机的计划 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国 可北约成员国却一直有在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 提供装甲车 坦克等武器 而此举不仅仅是在扩大俄乌战争 更是在进一步把他们自己拖入这场军事冲突的危险之中 所以别忘了战斗民族的称号它是怎么来的 别把俄罗斯逼急了 普京当局什么事也干得出来 哪怕开启核战争与乌克兰等等国家同归欲尽 可以说线下俄罗斯已经被逼的是走投无路 美国等西方国家执意要掺和格务之间的事 面对这种情况难保其不采取什么极端的反击措施 而当然西方国家明显冷静不下来 为了想尽办法对付俄罗斯 他们已经急红了眼 根本就没考虑其他的后果 对此中国身为一个局外人 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而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乌克兰局势公开会时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表示 中方呼吁俄乌冲突双方能够去保持冷静克制 严格遵守核安全底线 以避免出现无法挽回的局面 所以可见如果再任由局势恶劣 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所以我们强调一定要全力的防止局势失控 就是不知道中方的提醒警告 乌克兰还有美西方它能不能听进去 当然如果能听进去 也许就不是这个局面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点赞转发流行的精彩评论